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忠言逆二 我是小鐘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一套動畫叫做《陰陽大戰記》 以及簡單地論述一下什麼是《天人合一》和《二十四節戲》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陰陽大戰記》這套動畫 而我第一次看這套動畫就是在我小學的時候 而我當時看完這套動畫並沒有一些很深刻的印象 純粹覺得裡面的色神很有型 劇情也挺吸引 而我最近重看的時候發現原來他背後有一種很深層的意思 我只是想告訴觀眾 只算是我的過分解讀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些見解 以防有人未看過這套動畫 先和大家介紹一下《陰陽大戰記》的劇情 男主角太刀花離狗就是天樓的中家 在劇情的發展下不斷和地樓的鬥神士戰鬥 後來他遇到一個自稱是天樓鬥神士的人叫張神 他就告訴男主角很多關於鬥神士的事情 為何天樓和地樓的人一見面就要不斷打鬥 原來一千年前雙方發生了一個嚴重的衝突 但後來地樓的人想打開伏魔店的界幕 而天樓為了不讓界門打開 於是就和地樓的人一直進行鬥爭 而至於地樓的人為何要打開伏魔店的界門 就是為了得到存在伏魔店裡足以毀滅世界的能力 而身為天樓中間的男主角當然要阻止地樓的陰謀 隨著劇情的發展 男主角進入了伏魔店 和地樓的鬥神士繼續戰鬥 在某一次就遇到天樓當時最強的鬥神士 白云 而根據白云所得知的線步 伏魔店其實是封印著一個很強大的力量 而在一千多年前 鬥神士其實未分為天樓地樓 而當時出現了一個叫做卯托火的人 卯托火與生俱來就擁有操縱妖怪的能力 後來他就利用這種能力企圖支配整個世界 於是全部的鬥神士就合力擊敗卯托火和他身邊的妖怪 把他封印在和時空分隔的世界 就是他們身處的伏魔店 而鬥神士就分成天樓地樓兩派 分別是守護戒門的天樓和收拾從戒門走出來妖怪的地樓 而男主角知道了伏魔店封印了一個這麼恐怖的力量 他就玩當時地樓的宗家三蜜桃去談判 希望他不要再把妖怪放出來傷害無辜的陰謀 而在他們見面的時候 三蜜桃跟他說 在以前妖怪橫行的時台 天樓的確是把有妖怪出來的戒門封住 並且負責守衛的工作 地樓就是負責把從戒門走出來的妖怪收拾 但天樓偷偷地把戒門打開 目的就是為了侵佔在伏魔店的食物和之餘 以他們不理會逃走的妖怪 地樓鬥神士因此而喪命 一千年前地樓攻擊天樓的總部 就是為了不讓天樓的人自由進出伏魔店 後來天樓的人並不知道事實的真相 他又說馬歐托火是惡魔的傳說 其實是天樓獵祖出來 馬歐托火是一個可以控制季節變化的四大天王 通過太極控制四季的變化 而天樓就是想獨佔這個能力 所以就裂造他是惡魔的流言 將他收藏在伏魔店 伏魔店就是原本是天樓的人想利用四大天王和鬥神士的力量 觸見的理想香 後來三日土就把這個戒門打開 而現實世界季節開始變得混亂 三日土的說法和白王的說法完全不相同 於是他就決定親情證實這件事的前因後果 隨著四大天王的力量被破壞和大戒門的打開 就等於在伏魔店的馬歐托火的封印被解除 於是他放了很多妖怪去攻擊現實世界人類 意圖毀滅現在的人類世界 創造一個什麼都沒有的世界 男主角就決定去伏魔店去解決這件事 在這個時候 神流的鬥神士就告訴他一切的真相 原來在鬥神士流派未分裂之前 鬥神士以自己的力量去進行鬥爭 利用色神去達成自己的欲望 這些戰鬥都令龍野荒廢 大地上充滿著饑荒受苦的人 這個時候 色神不忍心世界變成這麼殘破不堪 於是就要求馬歐托火幫忙 最終馬歐托火以四大天王的力量拯救了太極大地 重新回復以前的景象 但鬥神士後來為了得到馬歐托火的力量 設計陷害他 將他封印在伏魔店 在這裏 相信大家都明白 無論是三日土所說的東西 還是白雲所知道的傳說 其實都不是事實的真相 去到這個故事的尾聲 必然就是大家合力去打敗這個被解封出來的馬歐托火 剛剛有些角色 其實我沒有提到 例如地流的真正中間 右馬 以及自稱是天流的將神 其實是神流的臥底 所以去到這裏 天流中間 地流中間 和神流的將神合力 以一個叫超港神的力量 終於可以打敗馬歐托火 令他再次被封印了 但在馬歐托火被封印的時候 他就說 不想再回那個地方 不想再孤單生活1200年 而男超哥聽到他的說話 停止了超港神的力量 阻止了封印 他跟另外兩個拍檔解釋說 重新封印馬歐托火 只不過是重蹈1200年前的錯誤 他不想再這樣做 而這個時候馬歐托火就說 在1200年被封印的期間 其實他有清晰的儀式 他見著人類不斷的愚蠢行為 任何時代都重複著無謂的戰爭 而人類所流的血 足以將整個大地染成紅色 但人類仍然是為了一己絲肉繼續殺戮 以事實周取諸時代轉而被扭曲 以謊言鞏固另一個謊言 人類在這個大地中的垃圾 他一定要毀滅一堆對這個大地沒有貢獻的垃圾 人類的存在只不過是握殺其他生物的生存權利 馬歐托火又說服色神脫離這個令他受盡痛苦的契約 和馬歐托火一起去共產一個美好的新世界 當然劇情需要的色神是不會聽馬歐托火說去消除他們之間的契約 馬歐托火就用他的能力將色神消失 男主角和另外兩個拍檔就說 就算所有人類消失 色神一樣都不會消失 他們的外表和形態就算改變了 他們一樣會守會的大地 我們仍然都會感覺到不同的氣候 色神的存在和季節是會不斷循環降臨 馬歐托火就反駁他們就說 之前色神和這個大地都是靠他回復原貌 本身消失的色神突然逐個逐個出現就說 他們色神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他們並沒有放棄人類 這個時候馬歐托火終於明白 他當時四大天王的力量其實並不是他自己的力量 只不過他是有特殊的能力可以將色神的力量實體化去救這個大地 幫助色神完成心願 因為他當時可以令到四周的人快樂 又有能力感覺到色神在他身邊 所以色神才會選擇去拯救當時破壞不堪的大地 故事去到這裏其實已經完結了 馬歐托火之後是被男主角一些愛的力量所感化 他自己都釋懷了 他就選擇以死亡去終結他的生命 而我為何想和大家介紹這套動畫 最主要就是剛剛馬歐托火在最後所說的一些說話 人類已不過是握殺所有生命的一些生存權利 第二點就是 他明白自己並不是擁有什麼力量 而是色神選擇他們 色神代表了二十四節氣 色神和鬥神節的關係就好像代表著地球的自然環境和人類之間的關係 其實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一直所探討的一件事叫做天人合一 在我講解天人合一是什麼的時候 我希望先和大家簡單介紹一下二十四節氣 而二十四節氣其實就是反映一年裡面的氣候變化 它就平均將一年的氣候變化分成二十四個小節 每個節氣相隔約十五日 所以一個月就有兩個節氣 十二個月就有二十四個 我們最為熟悉的節氣 自然就是立春 立夏 立秋 立冬 立是表示開始的意思 即是表示春夏秋冬的內立 二十四節氣其實是一個墨厚力 墨厚力即是根據自然現象的季節變化 劃分時間 確定龍時 二十四節氣的名稱大多數都跟墨厚氣象有關係 以前的古人就用二十四節氣去劃分時間 其實是直到漢代才演變為統一的太陽力 即是利用太陽的天體運行劃分時間 那麼節氣制度其實是一個農事力法 它是跟農間生活相關的 其實在很多民族自然是以農間為先 所以二十四節氣就是 中國傳統農業社會根據自然規則的變化 以墨厚氣象天文等的自然象為 一個劃分農間的周期 以便安排農事勞作的時間制度 由於草木的輕衰凋零 鳥獸的一些千璽 與露雙雪的四時變化等等的氣象物口 都是我們人類最為直觀看到的東西 亦最直接反映了大自然的輪迴 因此古人自然就會以這些 現象作為一個標識龍士時令的做法 這就是二十四節氣 然後我會和大家說今天的主角 什麼是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這個思想出現的背景 自然就是為了關注人類和大自然的關係 又或者是對生命的探討 生命的起源是什麼 生命的本質和生命的意義 我們可以追溯天人合一這個歷史的淵源 其實就是遠古人類對自然事物的一些黃恐 我們知道古人經常以占卜 以一個卦象代表著大自然對它一些啟示 所以如何在春秋戰國的士劇 周文王所寫的周易 這麼受重視 集合了對大自然的一個認識 在周易中提到 亦有太極 是新兩兒 兩兒 新四象 四象 新八卦 而八卦重疊推演就會有六十四卦 每一卦就對應著象徵自然 和人家某種的事物或現象 而古人一直都認為 天為萬物之餘 萬物的運動都有它的規律 所以人應該是順應這個規律 走向大同世界 天為萬物的本源 人自然要敬天 畏天 而在孔子家瑜記載著 萬物本於天 人本乎祖 膠之祭也 大埔本反此也 故以配上帝 這句話大底的意思就是 萬物都源於天 人有源於我們的祖先 而膠祭 即一些祭字 就是一些聖誕禮 去報答上天和總先的恩惠 去反思自己的根源 其實這只是反映儒家所一直都很重視的 神宗最遠 基於古人對萬物源於天的概念來看 為何皇帝君主又叫天子 天子顧名思義 就是上天的兒子 他認為君主是 受到上天的指令去統治這個地方 所以他們奉天成運 在恩州時期一直都很重視 無私占軌 每次進行大事件都會占卜 去看看上天有什麼說話 去到周朝 對古人來說 天是一個道德規範的人格意志 它是為了保民而賜於人間 所以我們人是要服從天命 是一種道德行物 天就會賞賜我們人物百姓 一個安穩 否則天就會懲罰於日 在這句話可以看到 天人合一的思想開始 在西周的天命觀有一種比較明顯的文化 後來周公又提出以得配天的概念 但是將天人合一的思想明確表達 從這裏都可以看到 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的思想 從這裏開始就和道德的問題緊密地連繫在一起 去到春秋時期 天人關係的重心已經不是說 有人格意志的天和人的關係 天開始由很高的地位下降到現實世界 而在中國傳統本土文化裏 就表現了兩種很不同的天人合一觀 儒家和道家 而儒家所講的天一直保存了西周時期 天的道德含義 而道家所講的天就是指自然 大體上儒家的天人合一就是 人與異理之天、道德之天的合一 而道家所講的天人合一就是 人與自然之天的合一 接下來我會先和大家說 儒家的天人合一是什麼 在左轉超公十八列 鄭國的士大夫子產說了一個說話 天生得於如 即是說他自己的道德是由上天賜予給他 去到萬子有四善端說 萬子在展述這個四善端的時候就說明 這個善端是本源於上天 人與萬物是同源 萬子講求開發善端力求天人合一 萬子將天和人的心性聯繫起來 萬子又說進其心者知其聖也 知其聖則知天矣 這裡的盡是指擴充 而心就是剛剛所說的四善端 而知性就是指認識我們人本性 即是人以禮至的四端 萬子認為我們只要盡力去開發我們的 測忍之心、收穫之心、持樣之心和是非之心 我就可以認識自己的本性 人以禮至四端 而我們一旦知性就可以認識天命了 因為對於儒家來說 人的道德意識是由天所賦予 所以他們會以這種有道德意識的天 作為人倫道德的本體論據 天人合一對於儒家來說 就是我們要發揮由上天賦予的德性 將自己的道德境界發揚到極致 達至到儒家所說的聖人境界 亦是儒家所說的修身 而道家所說的天人合一又是什麼呢? 老莊思想的天 無論是指自然、異然的道 還是指自然本身 其實都是沒有人倫道德的含義 所以老莊天人合一的思想 所強調的就是貶益人為 提倡不要以人滅天 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這道的自然就是自然而言之 道就是道家中最高的原則 而天人合一思想 在老子的角度認為是與道為一 老子的道是什麼? 最主要的體現就是無謂 而無謂是什麼? 就是信服自然 這個信服自然究竟是什麼? 聽起來好像很複雜 以我個人的理解 無謂就是以一個沒有功利目的去做任何事情 而莊子在老子的道理的基礎上 更多的天人合一是說人的精神境界 最為體現就是他的齊物論 所說的天地與我並生 而萬物與我唯一的精神境界 這裡的天就是指自然 人與天地萬物的自然合為一體 人與我、人與脈的分別都不存在 而莊州夢蝶的故事就是天人合一 最典譯最生動的一個表現 簡單來說齊物論是什麼呢? 以我個人的理解就是 我們看一件事情的時候 要超越事物之間的差別 避免用是非、大小、好壞等等的主觀傾向去看這件事 我們要打破一些固有的限制 這就是齊物論 其實天人合一後來有很多不同學者 有各自的理解和發展 例如西漢學者隆仲書 將如今的天人合一 向一個宗教神皇的方向推進 他認為天是有意志 會主宰人間的吉凶、想法等的屬性 這與欣賞時期對天的概念有少少相隔 剛剛說了儒家和道家的天人合一 其實最值得探討的是 天人合一這個思想在現代有什麼價值 從剛剛聽過一些講解都發現 古代的天人合一好像仍然以一個人作為一個主體 又或者以另一個說法就是 他一直受制於這個自然 很難擺脫到自然對人的一種路易 還未找到一個怎樣印同自然和諧相處的一個具體的途徑 因為傳統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其實是一個重點 並不是說人與自然相處之間的關係 我們要明白就是大自然它不是人 它不可能約束自己 它不可以自己去外面適應人的行為 我們要考慮我們創造文明的時候 會不會毀滅到自己的文明呢 我們的科技前進一大步的時候 我們的文明是否又被摧毀呢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的生態災難 我們的資源有些枯竭 環境的浩結 糧食的危機 甚至是人口的爆炸 其實這個就好像《陰陽大志記》裡面 馬太火所說 人類為了一己利用色神 最終食惡果的就是人類個人本身 剛剛也提到色神是代表二十四節氣 二十四節氣就是代表子 色神是要跟人類建立一個契約 才可以進行戰鬥 這個契約就好像比喻人類和大自然 要有一個同色才可以和平相處 正正在這個設定 我就認為這個動畫的作者正正是想我們反思 人類處於這個地球應該怎樣安處自己 所以我認為天人合一這個思想發展 應該由以前以人為本體 應該要多些思考人類處於這些生態災難 應該要怎樣自處 其實這個問題我在幾新手的影片 都有分享過一些小小的看法 不知道大家對人類和自然的關係有什麼看法 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今天要和大家介紹的動畫和分析的資訊就到這裡 歡迎訂閱讚好分享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